陆续进来啊 先聊一会儿 我看最近这周 比较流行的一个段子是 自从当了美股交易员 还没赚过钱 大家这周最近 自从ETF通过之后赚钱了吗 赚钱的扣个2 有没有赚钱 赚钱的扣个2 没赚钱的扣个1 我刚才啊 爆仓的 没这么惨吧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的那个账户 也有一些回撤 确实是 从应该这波下跌吧 然后也有一些回撤 总共应该最高峰的话 这个月这个账户 其中的一个账户吧 2000多美金 完现在回撤到了1300 也是有一些回撤 好 我们今天聊一下啊 聊一下 稍微聊一下灰度 完聊一下怎么稳赢 好 那我们还是 我们就准点开始啊 一边聊一边等新的朋友进来 哈喽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BIT七圈训练营 我们现在是第九期啊 简单的开始之前啊 跟大家过一下最近 BIT的一些活动 主要是最近其实 BIT这边呢 我们主要聚焦两个活动啊 一个是明文生态系统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没有注册BIT 或者说用BIT交易 呃 期权或者交易明文的话呢 可以注册一下BIT 而且呢 呃 如果说现在通过我的链接注册呢 还有一个1.5倍的这么一个系数加成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BIT的 呃 推特的号啊 目前其实今年整个围绕着明文和 呃 山寨的期权 我们会推出不少新的活动啊 大家比如说参与一下呢 其实还是能有不错的收益啊 第二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长期关注BIT 应该也也有观察到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crypto这个市场啊 现在目前有山寨期权 并且山寨期权的标的还蛮多的呃 CEX还是比较少的 另外呢 其实坦白来讲呢 就是这些没有的 哪怕没有啊 包括我们有一个呃 trader也之前问过 道指狗狗币啦 什么的这边的一些期权交易 如果说联系到我们群内的BIT的客服呢 也能做一些大宗的报价啊 也能做一些大宗的报价 另外呢 其实本周啊 还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 就是呃 某CEX的一个标的 发生了扎针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还是建议 包括今天啊 其实我们在期权的小群里 也在讨论 呃 就是分散投资 哦 对 上次的三位小伙伴的礼品 应该已经发出了 呃 这个礼品品质特别好 我觉得大概毛孤孤啊 大概值人民币 呃 500到800RMB吧 品质超好 尤其那个充电头 呃 还有笔记本 还有一个卡夹 呃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就是目前来讲啊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分散配置啊 如果说有山寨期权的交易呢 因为BIT也是一个行业内 呃 我们做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相对来说也比较有口碑啊 做事呢 都比较稳 而且呢 呃 主要都把精力focus在 比如说给用户的一些福利上 而不是说呢 就是在市场上打很多广告这样的 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的正题啊 我们还是来到 呃 本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主题 我们其实今天focus在 还是讨论两个话题啊 一个是数据层面 呃 GBTC的一些数据 然后另外呢 还是围绕着波动率的交易 呃 跟大家聊一聊 比如说包括 比如说我本周 其实也有一些回撤 但是从阅读来看呢 还是有一些稳健的这些收益 我们怎么通过期权呢 呃 做一些稳健的收益 而不让自己的资产呢 做过山车 其实 其实坦白来讲啊 其实越是资产 或资金体量比较大的玩家 其实还是挺讨厌 呃 这种资产做过山车的 尤其经历过牛熊的一些啊 包括本周 其实也予于几个 几个老的OG吧 啊 就是都是在上一轮 或上上轮 两轮的牛熊交替 颇有一些斩获的 其实大家也在思考 呃 这一轮牛出 我怎么让资产 对吧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beta 和获取一些alpha 同时呢 比如说在牛转熊的过程中 呃 怎么通过期权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吧 anyway 呃 我能够把资产的整个的 这个净值的曲线 给他做的比较好啊 不至于产生大幅的回撤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上两轮 其实也有crypto的老的OG 呃 资产有大幅的增长 但是呢 回撤也特别大 其实还是蛮难受的 其实 呃 我们在后续的beta期权渲影 也逐步的会给大家讨论这些话题啊 好 呃 首先还是一个免责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概率思考 我们自己的是自己的金钱的第一owner 也回到我们最开始聊的啊 就是希望大家比如说资产做分散配置 呃 如果说期权做一些山寨交易呢 呃 欢迎来到beta这边做一些交易 我们首先啊 嗯 还是聊一聊这个灰度这个 呃 另外大家比如说之前的直播 或者说呢 前面的五节课有什么不太了解的 也随时评论区打字啊 我这边也都能看到 呃 随时跟大家互动 因为我们 我我坦白来讲呢 是希望多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的知识 但是呢 比如说Q&A了 或者呃 我们case by case的去解答一些问题呢 可能给大家会更有帮助 好 首先啊 我们看一些数据啊 呃 我觉得大家其实本周都在讨论啊 包括我在推上也看到很多的KOL 呃 都在 都在dease灰度啊 就是 呃 说怎么天天都是卖啊 或怎么这么一个情况啊 或者说是整个这个从47,000到48,000 回撤到47,000一线 甚至前几天砸到了38,000 呃 是不是都是灰度所致啊 然后 然后呢 其实普通的很多的玩家呢 也会被带节奏啊 被影响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找了一些数据啊 因为我还是比较习惯用数据来说话 而不是说 比如说我们主观的去感觉某些事或怎么怎么样 我通过就是bitmax的那个research 他们的官推啊 也是找到了一些数据 截止到22号啊 几个etf和gbtc 也就是灰度的这个基金 分别啊 在不同的日期啊 做的一些买入或者卖出的这个操作啊 我觉得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张表格啊 最上面这一列呢 就是几家啊 etf基金最后面这个是呢 gbtc也就是灰度啊 就是最最开始就是基金管理机构吧 第二行呢 是费啊 整个的一个收费情况 我们也看到 其实gbtc的收费是最贵的啊 大概到到1.5啊 这么一个分位 玩total asset呢 就是整个这几家机构 目前的资产的体量啊 那gbtc呢 由于它比较早吧啊 所以说呢 它的存量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整体的一个净流入和流出 我们发现前面这些etf呢 不管是它都有一些每日的这些 呃network 就是净流入的情况啊 都是正的 唯独gbtc呢 是一个负的 但我们看啊 整个total的这么一个 呃资金的情况呢 是净流入的 也就是灰度抛的 其实和几家etf买入的 呃 正负相嘎叉一下呢 其实是个净流入的状况啊 得出这么几个结论呢 就是呃 坦白来讲 因为之前的gbtc的折一价呢 一度达到了30%到40% 这个折价还是挺高的 呃 spot builder IV如何使用和设置啊 而不使用默认的值 我一会给大家给你展示一下啊 好吧 我们把这个gbtc这页过了 我给你展示一下 呃 就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有一些折价 而且折价的幅度呢 还蛮高啊 好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gbtc呢 因为它也是个信托管理基金 由于etf的出现呢 在管理费上 它没有优势 我们看啊 1.5和现在主流的零点几相比 呃 其实坦白来讲 它的优势就很差了啊 就基本上大家 呃 我我比如说 我作为这种的私募 买gbtc的买方的话呢 我就会去卖掉我这个份额 那么gbtc呢 它只能去被动的去减持啊 就等于 而且短期来讲呢 灰度也没有调低管理费的这个预算啊 所以说呢 也就造成了灰度不停的抛包抛 但是呢 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呢 还是流入大鱼流出 那我们说 其实灰度不停的卖卖卖 呃 其实坦白来讲也是背了一个锅 因为整个的 它的total的这么一个卖出量 其实被其家 其他的几家啊 etf都吃掉了很多 那我们说 其实市场上也是这一波 从10月份的上涨 包括呢 消息出了之后呢 就就及时的 及时的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变现吧 我们看 我这边也整理了一些数据啊 事后会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大家呢 通过这个数据的链接呢 其实就能很直观的看到 我们这些etf和灰度的一些 买入和卖出的动作 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我们同学问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position builder IV是吧 如何使用和设置 呃 想要看哪个IV的设置啊 reload一下 我们这边 比如说来到bit这边呢 其实这个IV都是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比如说btc 对吧 btc 这个IV 我们到 2月2号 这个IV 其实每一个比如说我们点开啊 每一个都在这儿是能够看到的 隐含波动率 对都是在这儿能够看到 而且同时呢 我们这个价格 bit和ask价格这个旁边这个数值呢 就是个IV的这么一个值 而不是使用默认住如何设置 你设置的话 你说的是single plus吗 啊 sp吗 还是说的是在我们bit的这个 呃 dashboard这里面 如果说在 呃 bit这个dashboard这里面呢 目前其实通过这边就能看到 而且差价呢 也会比如说bit和ask是有一个差价 我们看到这两边的IV值也是有差价 啊 这个就这个的IV就会高一些啊 position builder 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你发这张图 哦 你说我这个啊 哦 哈哈 呃 这个的话是 就是这个等的 等于是我今天推特发的一个策略 我本想下周给大家讲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还有点 有点小复杂 你说的是这个IV IV这个值目前是等于是默认是当前的IV 啊 如果说我拖动这个条 我给举例子啊 直接切换到 切换到single plus吧 切换到single plus 比如说举例子啊 我做一个 做一个随便做一个策略 一个by call的这么一个策略 等于IV呢 目前这个IV值呢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IV 如果说我去拖动它呢 就是一个极限值 比如说一个暴跌的这么一个极限的 IV值升得很高啊 对拖动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你不断你看我不断的把这IV的极限值往这边拉 就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一个数 就发现呃 这个期权在没有价格还没有动就已经变得很贵了 也通过black bs模型嘛啊 bs模型 呃 其他的交易所的我们不聊啊 我因为这个主要我们会focus在bit上面啊 如果说你说single plus 因为它是个第三方的API工具 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啊 比如说你说到grix 因为我没用过啊 single plus有这个 你可以拉动这个 拉动这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极端的IV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你要预测黑天鹅的情况呢 类似于312那种情况可能达到百分之二三百啊 你就拖动这个 但是坦白来讲呢 目前这种情况呢 呃大概率很难到 所以说呢 一般就会设定到零这个位置上就不动啊 呃 这是整个隐含波动率的情况啊 好 我们下一趴啊 呃 我们看一下本周的加密市场的波动率有哪些变化啊 我这边举例了两个这种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还是切到 先切到这个single plus这边吧 我们看一下波动率的变化啊 波动率的变化本周啊 其实和之前变化非常的大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波动率追 我们整个的波动率追 我们看一下这个波动率追 在ATM这个IV的情况下 不管是BTC还是ETH 都已经是到了50分位这个位置 啊 我们不管是 我们看啊 短期 30天 60天 呃 180天 就半年的这个时间 都已经到了这个 50分位的位置 但是 我印象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 我们可以切一下 看一下啊 这边应该有一个数据 Emerdata应该是有数据 有一个数据 我们之前呢 大概是在 max和75分位 其实维持了满长的时间 UT是在ETF 通过的前后 整个这个市场上 其实对于 这种不确定性的 这种的预期 包括不管是走高 还是走低 PUT端和靠端 都非常的高 而且当时呢 从这个surface 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看 现在啊 整个的这个 隐含波动率 这个surface 我们看啊 远端 其实只是在比较远 大概是到 24年的年底 才会高端比较翘 但是我们看到 近端 都是处于这种的 蓝色和这种 橘色的位置 其实波动率 都降了很多 但我们看 其实当时 在1月初的时候 整个近端 和远端的这个波动率 都非常的红 但我们看啊 就近端的呢 只是在短期 大家对于这个 PUT端 还是比较担忧 它的一个下跌 我们从这个 也能看到 我们从 从这个曲线上 我们看PUT端 比call端 和ATM端的IV 其实高了6个百分点 就是其实是在于什么呢 对于短期 对于短期 当然我们看到啊 到月底 这个隐忧 其实也硬合着 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啊 其实GBTC的卖出的量 其实差不多了啊 就是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当时它减仓 百分之二三十的 这么一个动作 已经都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从说 从这个隐含波动率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它是对于整个啊 这种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我们看到后面整个这个隐含波动率呢 就维持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 到三月底的时候 call端啊就开始大于put了 等于其实基于减半周期 未来整个市场上还是买call的人会多一点 就是看涨的会多一点 但是我们我们从BTC的角度啊 但是我们看到BTH呢 其实 呃大致相同吧 呃大致相同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整个和之前的隐含波动率的变化就比较大 我印象中我本周的时候呢 在周一 在周一的时候呢 也解了一些图 呃第一个是这个整个的引波的这个下降啊 波动率追的这么一个下降 整个的ATM的 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分位值 都是在50分位 以及50分位以下啊 我每周大概都会分享一些这个图 呃整个的负伽玛的点位呢 其实看之前有一些卖方啊 包括卖42,000的 其实收益还是颇丰 因为现在目前已经到38,000 39,000的这个位置啊 4,000附近的这个位置 整个本月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负伽玛的交割点位是在4,000R 我们看到啊 就是近期 其实从呃 铺的端的新增的买量啊 一个头寸的变化 OI的一些变化啊 其实已经有一些大宗的玩家呢 提前在周一先知先觉了 做了一些买铺的动作 我记得印象中呢 我当时的这个 大宗的买家 是在4,000和4,000R 买了很多新增的头寸 图6 对吧 这个图6 其实呢 就是很多真的大宗的玩家呢 他做一些方向性的策略呢 都是通过期权 在做这个方向性的这个交易 你也看啊 这个 这是大宗的交割单 啊 买的 24,000买的这个 这是后续 应该买图6 我看一下 对 在分别在做的一些买的一些交割单 好 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这个PPT上 那么我们也应和 比如说最开始啊 跟大家聊的一点 就是自从做了美股交易员之后 呃 是否是否真的赚钱了 是否是否能赚钱 包括本周 我们发现今天情绪稍微好一点 我印象中在周二左右吧 对 对 也是蛮常见的这种视线 也蛮常见的视线 那么说我们怎么办呢 呃 我觉得更好的就是 就是我 我我我引了一个引言啊 从那个推特上找了一个引言 我觉得本质上呢 其实现在市场上噪音还是很多 呃 如果说的大家呢 是holder的话呢 还是要看中自己的筹码 不要用单一的视角去看 也不要呢 比如说每天接触到的信息 很多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判断 所以说呢 还是 呃 大家呢 整体要有一个定力的这么一个思考吧 所以说呢 我就说大家要思考一下 比如说自己为啥赚钱 凭什么赚钱 赚的是什么钱 对吧 你比如说你是赚的大周期的钱呢 还是在做 比如说牛熊转换 我用期权加一些无风险的杠杆 赚的这些钱呢 还是比如说用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轮子的这个增强策略 呃 去赚一些稳健的磨成本的钱呢 你是哪类玩家啊 你是哪类玩家 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个心理按摩啊 因为本周的话 其实雪球也有很多的爆仓 隔壁的啊 那其实都是一些高净值的玩家的一些情况 所以说呢 我也引申了自己 其实我一直在做的一个表格 我每年都会迭代的和更新一下 我觉得在crypto的市场呢 大家比如说长期想要稳健的获利 你需要什么东西啊 你需要的什么东西 我大概把这个分成了七八个方面啊 比如说你已经具备的优势和你期望的优势 我觉得坦白来讲呢 因为我交流的专业的trader和业余的投资玩家都还蛮多 包括有很多经历了牛熊 其实都做的还不错的啊 这种的交易的玩家 在某几个方面啊 这里面的某几个方面呢 就都是做的还蛮好的啊 做的还蛮好的 我觉得交易最好的一点呢 就是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去设计游戏规则 如果说呢 你要买一些结构化的产品 比如说我上面举例的 类似的这些雪球的产品 如果说你没有认知的优势呢 其实往往是被 这种的设计方的这种的规则所束缚 其实还挺难受的 我觉得大家建议大家呢 如果说拿到这个PPT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把这几个方面呢 去做一些反思 其实交易和生活和投资 方方面面都一样 想要做好在长期在这个市场上 稳健盈利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们说我们在职场打拼 包括我们训练任何的体育运动 想要做到比较顶尖的位置 都是不容易的 交易当然也一样 而且金融市场 其实极大的放大了 人性中的一些弱点 好 那我们说几个具体的策略啊 如果说大家 本周有什么策略想了解啊 也可以直接 直接留言 我给大家就是把这个策略 做拟合也没问题 第一个是在 在19号 我印象是在19号 也就是在上周的 上周的周五 上周周五 我当时发了一个策略 我觉得本质上来讲呢 还是呢 我当时是怎么看这个策略 我给大家聊一下 我这个策略的初衷啊 当时呢 整个的这个 铺子端的野含波动力的上翘呢 其实比现在会更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的担忧 也是只持续到本月底 我们大概率可以判断啊 如果说在这两天 没有什么比较极端的事件出来 其实铺子端 整个大家的担忧 就会化解的差不多 七七八八啊 但是如果说这两天 又有新的事件 发酵起来 那么铺子端呢 肯定会起来啊 我当时呢 也是发现了 整个的铺子端的IV啊 比较大 所以说直接给大家做了一个策略 买了一个四万的put 然后呢 sell了一个三万九的这么一个put 整个当时做这个策略的盈亏比是多少 成本大概是两百美金 最大的盈利是九百美金 是个一比四点几的这么一个盈亏比的交易 坦白来讲呢 我们也看到这周市场的走势 这个策略呢 也提示大家就是平仓了 其实这个策略 盈亏比我觉得还是不错 本质上呢 也把最大的 是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交易行为 利用市场的put端比较翘 因为市场上 其实大宗把这个put埋起来 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吧 肯定是有原因的 大宗先知先觉呢 有一些交易机会 那我们说我们作为普通玩家 或者小散玩家 我们就去做一些follow就好了 而且呢 本质上来讲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波动率的交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现在也能看到 大概 整个put端啊 你看 其实我在1月19号 看到put端这个上翘 是比现在还厉害的 就等于大家对于跌是非常害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 做一个熊叉 为什么很舒服呢 因为我卖的这首put 是一个更OTM的价格 是一个类似于这种的价格 那么这种的价格呢 它就会给到的 溢价就会很足 就是会把我埋腿的这个 buyput这个成本 回收的很厉害 也就导致呢 其实我在smile曲线啊 smile曲线的倾斜度 这种极端的倾斜度 我去做这个策略 我的盈亏比会非常的佳 对吧 这也是看到 我当时做这个策略的一个初衷 整个这个策略呢 就等于把完全的 把收益和风险都兜住了 而且是个1比4到1比5的 这么一个极佳盈亏比的 那么策略 所以说第一个给大家 当时推荐的是这个熊叉策略 请问卖方的保证金多少 有组合保证金吗 录屏了 卖方 bit有组合保证金啊 如果你没有开 抓紧开一下 我开的是组合保证金 对pm 你看我这边是pm 开的是组合保证金 整个账户的话 你的资产都是能统一使用的 你看我现在 整个账户相当健康 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有组合保证金 卖方的保证金是多少 卖方的保证金啊 不同的CEX的计算还不太一样 简单来讲 如果说你利用我这种类似的策略 你做很多组 你这是一个卖方策略吗 其实这是一个偏买方的策略 对吧 我们by的一手 整个的话是一个 比如说下跌 我们的收益会很高一个策略 这是一个偏买方的策略 整个这个策略呢 其实就是 这个策略会非常省保证金 因为你的 你的整体的支出 200美金已经花出去了 你的最大的亏损呢 就是这200美金 所以说呢 CEX在计算这种策略的保证金呢 会很棒 会很棒 如果说你是在做一个 纯卖方的保证金呢 那么呢 其实在优本位的这种情况下呢 你去做sell naked put 也没问题 就是美股常用的这种策略 我举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做 我举例啊 比如说现在大饼 觉得跌的也不错了 我们做2月底的 比如说觉得 35,000左右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点位 我们看这个点位 其实点差也不太大 大概是在30美金的一个点差 我去卖BTC的这个put 35,000 其实一个就能有430美金的 这么一个收益 你说卖几个呢 我举例子 比如说你的资产 是在35,000美金 那你卖一个就一点都没有超卖 一点都没有超 极端的情况下 哪怕跌到2万 你的保证金都是很正常 只要看一下你自己的MM MM呢 大概老手的话控制在30以内 新手的话你就控制在10 肯定是没有问题 我看我这几个账户 我都是十几 二三十都是我比较顶的时候了 一般都十几 二十 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 保证金的这块的话呢 足保 你要做偏卖的策略 一定要把足保开开 不要开SM SM呢 只做偏卖的策略 熊市价差 什么时候卖 对 我觉得这个 这周用熊差 这周用熊差是一个赔率特别高的策略 就是所以说我在1月19号 当时给的这个策略 这周用熊差会很爽 你就等于是 亏的话就亏了200美金 但是呢 你整个在这种small曲线 给的这个盈亏比 1比4.5到1比5的这个盈亏比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投机型的策略 我们说我们说这种短期的交易 都是偏投机型的策略 但投机也不是个贬义词啊 大家也不要把投机这个词理解的 特别贬义 这是熊市价差 但是坦白来讲呢 如果说你看任何的书 或者说去油管 去找任何的视频 我不太相信大家能够把 这个熊差这个策略给你讲的这么透 同时呢 我给大家再深聊一下这个策略啊 这个策略 我记得当时是在 多会啊 在周二或者周三 我记不清了 应该是周二 应该在周二 大家极端恐慌的时候 大家把这个策略平掉的 我说平掉也可以 如果说想偏想格局一下 再拿着也还OK 为什么 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你看一下这个熊差这个策略 它是一个Z字形 对吧 Z字形这个策略 但这个策略你你仔细去看 你发现这个策略特别有意思 你研究的如果深一点 它有一个拐点 对吧 它是有一个拐点的 这个拐点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没有到这个位置之前 它的斜率是越来越大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斜率 你去切它的切线 它的斜率是越来越大 到了这个拐点之后 它的斜率是越来越小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策略初始的盈利会非常的快 非常的陡 你大概比如说 你如果说 比如说它极端的盈利值是900美金 你大概比如说想要吃到600或者500美金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但你想吃最后的二三百美金就很难 所以说呢 当时大概是在周二左右 其实大家把这个平掉 大概把这个平掉 但如果说你说你特别格局 真的拿到了 拿到了今天 这个策略就不怎么赚钱 因为现在这个点位 对吧 就是在4万 你这个策略肯定不怎么赚钱了 因为 因为败腿的这个θ就没了 这是这个策略的精华 这个策略 策略有两方面的精华 一个是为什么构建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为什么盈亏比高 二是这个策略怎么平 为什么这个时候平 这个时候的平 的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我相信 我相信 这么讲这个策略 大家对于 最基本的牛熊叉的理解 就更全面和清晰了 只能平掉一条腿怎么办 这个策略 你能平到哪条腿 是败腿还是sell腿 你如果平的话 你如果平的话 可以先平sell 不能先平败 然后裸sell 除非你的保证金很充足 你愿意三万九 去买入现货 你可以先平sell 然后败平的晚一点 没有事 这样的话 你的风险是兜住的 尤其是新手玩家 否则的话 你就裸头寸了 就很难受 只能平掉一条腿 那你比如说 你先平掉sell 比如说sell这条腿 已经赚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那你把sell这条腿平了 败这个腿 你可以等一等 比如说它极端的 再往下跌一下情绪 我印象中 应该是周二 是个情绪的恐慌点 很极端的情绪的恐慌点 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要直接跌到三万了 大饼上涨就看十万 大饼一跌就看八千 这是一个段子 所以说这个策略 如果说你平腿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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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败平了 sell留着 除非你想接 好 我们来第二个策略 第二个策略 做的是一个 阶梯加差点 put段的策略 我这个策略也平掉了 因为是个明天到期的 这个策略呢 其实也赚到了 还可以的钱 因为呢 这个策略 我们看这个策略的 breakeven也挺有趣的 我们会看 这个策略 其实在这一段的评 在过程中评 是最合适的 因为呢 因为它的曲线呢 相对来说 你如果说想要拿到极端的 这么一个最高盈利点 是蛮难的 但是这个策略的好处呢 它不怕上涨 不怕横盘 横盘的话 每天还能赚20刀 对吧 上涨或者横盘 每天能赚20刀 然后呢 只要往下一跌 不跌穿36,000 这个策略都是赚钱的 同时呢 我当时也想了 这个策略呢 你如果留足充足的保证金 因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48,000 FOMO没有接到现货的 其实你35,000 36,000 去接一部分 去定投一部分大饼 就长期来看 尤其减半这个周期 ETF这个趋势了 整个赔率还是很高的 整个赔率还很高 等于这个策略 最差的情况 我们能接受 如果下跌呢 我们还比较开心 但是呢 这个策略 一定一定要注意 不能超卖 跟刚才这个策略不一样 刚才这个策略 是风险兜底的策略 你比如说 我 我极度的 对吧 我比如说 我账户上有2万美金 我开 对吧 我有2000美金 我开20个 这个策略是没问题的 对吧 因为我是一个买方的策略 是没问题的 但这个策略 你就不能偷 你等于是MM要控制的比较好 否则极端 比如说突然间扎到3万 或者2万多 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 就会很难受 这个策略不能偷 不能多卖 然后呢 核心的点呢 是在于 只要下跌 在这个位置呢 就给它平掉 其实就盈利出场了 这是一个最大的盈利的点位 还给大家推荐了 第三个策略呢 是在1月19号推荐的 这个策略是什么呢 是一个牛叉加 加 short远端的Vega 我把这个策略 稍微展开聊一下 牛叉加 short远端的Vega呢 是基于 比如说这一轮 它有已经当时跌到 大概4万1左右吧 4万1左右 4万1 然后呢本周呢又有一些下跌 4万1 4万2的位置 等于呢 其实是在靠端呢 我们做一些牛市价差 会比较合适 我们做一些牛市价差 会比较合适 因为 由于Dirt这个位置的位移啊 整个牛叉的成本 会降得很低 我就是等于是在4月份 下注减半的这个事件 做了一个牛市价差 但是呢 我这个牛市价差呢 其实有一个成本 我看一下 这个成本大概是 大概是900美金的这么一个成本 我就在远端的9月份呢 Shot了一个8万的这么一个call 就等于呢 等于弥补了这个 9月份 弥补了这个牛叉的这个权利金的成本 我们看一下当时为什么做这个策略啊 现在9月份的Vega稍微低了一点啊 稍微低一点 当时这个Vega Dirt 20大概是在60左右 我们看其实远端的整个Vega 还是挺高的 这个call端 整个这个call端 但是其实我们来到这个IV和RV的这个喇叭口 会发现其实一直在存在远端啊 远端这个Vega 而且呢 比如说9月份呢 这边还有一些成交啊 9月份呢 突到8万以上呢 其实也不怕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现货 我做这个策略呢 只需要现货有一个BTC就够了 真的突破到8万以上呢 我们就去做交割就好了 等于高抛了啊 那么因为坦白来讲 从这一轮哪怕不管是在 不管是在3万还是在4万 买现货的玩家 真的到 因为这个权力金还比较厚 大概是在1700美金吧 真的到8万2 8万1700的时候 其实现货的盈利已经很高了 所以说远端 而且远端的这个Vega降的会很快 我们看现在啊 虽然它已经到了这个多少分位啊 大概是在50分位 其实如果说它进一步下降到25分位 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期权的老玩家啊 包括我们做过几次交易大赛的老玩家 应该知道 我记得我印象中去年的6月份到8月份 整个三四个月吧 的时间的IV一直在30左右 那一直在30左右 其实当时是一个minimum的一个IV情况 是一个最小的这么一个情况 比这个25分位还低 所以说呢 坦白来讲呢 但是呢24年不太一样啊 是因为今年的大事件会比较多 如果说IV呢 降到那个极限的minimum位置呢 不太期待 但是呢如果说降到25分位 再起来我一点都不意外 坦白来讲我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说呢 远端的这个Vega呢 其实还是有比较高的这个空间 而且呢 其实8到9月份这个Vega呢 相对来说呢 会是比较肥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看我们看这个 整个这个期限结构 也能看出来 是比较肥的一个情况 嗯 imim什么意思 你可以看一下 我给你讲一下啊 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印象中是在 第一课还第二课 嗯im是什么呢 im来到这儿 我这个整户这儿 im是出时保证金 它的英文是initial margin 初时保证金 initial margin imm呢是maintenance margin 维持保证金 也就意味着 你看我这个im和mm呢 im就是你在挂单的时候 已经要占用这个保证金了 因为我们去 尤其是去做卖方啊 我们去做卖任何的 比如说举例子啊 在bit这个界面上 我去卖0.1个 对吧 我们要卖出的保证金 大概就是630美金啊 就是我如果说做卖方 但如果说我买方呢 哦 其实我是不需要 我只需要花多少钱 比如说我直接吃 这个40的这个单子 我只需要呢 呃 买一个 我举例子 其实保证金就是40 就等于买方什么呢 我花多少钱 我买一个权利 就等于我买保险 我买车的保险呢 是8000就是8000 是1万就是1万啊 他就初始就把所有的钱 都花掉了 所以他不需要你额外的 在追加其他东西 因为我们是权利方 但你卖方呢 你比如说我卖一个 BTC的put 呃 那就需要花6000多美金 这是一个初始保证金 那种概念 我们说维持保证金是什么逻辑啊 当整个的行情 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 交易所就会不断的去算 我们的保证金 呃 能够呈现的极端的风险是什么 这样的话呢 会会避免 比如说大家爆仓或者穿仓 啊 会避免大家爆仓和穿仓 啊 所以说这是IM和MM 我们我们普通玩家 你只需要比如说 呃 我觉得大家最开始 第一年吧 或者说半年吧 啊 半年够了 因为crypto 变化还挺快的 前半年做期权 别超过 别超过10%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等于一点都没有超慢 你看我都做了很久 我都 呃 不太着急 因为 因为整个这个山寨期权的IV啊 目前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用着急 赚的也还不错 呃 这是IM和MM 我分享完了 这 这是第三个策略吧 呃 第三个策略 呃 接下来再看一下 呃 一些新的思考啊 我之前我印象中在 很早给大家分享这个山寨期权的这个策略 我大概用20%30%的这个仓位 呃 去做山寨期权的做多波动率 坦白来讲呢 这段时间呢 如果说做多波动率呢 呃 做铺子端呢 应该能有不错的收益 但我自己没做 呃 自己没做 因为这波下跌 我相对来说呢 还是看一个 整个的这么一个上涨的行情吧 但是这个策略 整个现货加期权的这个策略呢 呃 73% 我其实是一直在做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整个的这个头寸啊 我举例子啊 你看我现在 呃 现在啊 整个这个头寸都是围绕着 呃 都是围绕着瘦在做啊 你看现在所有的头寸 我大概 除了两个sell put 目前是一个小的浮亏 其他的都是盈利的这么一个状态 啊 整体的降 我们看 so的这 这几周啊 它的隐含波动率也有变化 我们也看一下 变化 隐含波动率也降了 我记得 我记得之前 其实随着大饼和 以太的波动率的下降 呃 之前高的时候 大概是在150 现在是93 但是呢相对来说呢 呃 和BTC的这个溢价还是挺高的 呃 从这也能看到 相对来说 比如说14天 我们举2月9号这个例子 14天 整个这个溢价应该还在1.5倍以上 你看 现在这是40啊 翻个倍 再多一点 1.2倍吧 嗯 大概是在1.2倍的这么一个隐含波动率的溢价 所以说呢 其实做的就就就就还就还算比较舒服 比如说到这个位置 我这个应该是 Cellput 80的这个put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这个滚仓的思路倒是怎么样 Cell80的这个put 已经赚了92%了 等于这个 我现在呢 其实就要给它平仓 平仓 直接买入 直接买入 然后呢 我去再去 IV这么高 双卖 空Vega 加DDH 行 我一会儿给你讲讲 玩的 玩的比较花 我们看一下 我要卖什么 我平了10个啊 我这儿还有卖了40个 我这两个都贴的已经很近了 在下周啊 哎 我们看现在so的远端的期权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卖近端的还是卖远端的 等一下刷 我们14天以后呢 比如说我这两个是卖的多少 是卖85和80 其实它再往下捅一波 我都接线货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那我们再看我远端啊 比如说75 现在是大概是 2块钱 2块钱 再看一下 3块钱 三周是在3块4 70 3块 那我大概率会选择两周 我直接卖75 对 直接就给它卖掉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整体的头寸呢 我们看 其实 等于明天到期呢 我只有这一个sell call了 但是我这个没有必要平了 因为什么呢 呃 因为现在 就打中的概率 几乎derta已经 都为零了 而且我用0.15去平 不划算了 我就 我就不平了 我就在滚 明天到期之后呢 我再不断的去sell call就行了 我call端呢 你看这边是 20个头寸吧 啊 这个是10个头寸 啊 这个是20个头寸 我总共是50个头寸 其实我的现货资产呢 也有50个soul 我所以说没有问题 我到明天的话 再去 再去揉这边的 这个call就行了 然后呢 put端呢 我已经揉完了 等于put端 我不用管了 我明天再去揉call 就完事了 啊 就大概 这个策略挺躺平的 但这个策略呢 我 我最近两个月啊 呃 两周 两周做了一下 这个策略的思考 我整个把vill策略和 波动率择时策略 归纳法 呃 做了一个数据分析 我用的是 因为 因为soul没有太多的数据啊 我用的是300的这个期权 加现货的策略 做了一个拟合 呃 从万德上面抓的数据 从2015年到 二 二三年啊 因为24年的数据不全 到23年 做的这么一个策略 整个呢 在做一些波动率的择时 简单来讲啊 就是在低波的时候 比如说soul 未来波动率呢 跌到了60% 60左右 60分位 那那样的时候呢 其实大饼的应该是 也就到30左右了 一个极端低位 我就基本上不卖了 就持有先货 如果说呢 高波的时候呢 在150到 到890 我都认为是高波 我肯定要 肯定要把价值卖足 并且贴的比较近 大概利用 dertha20 大概就会在 dertha20这边去卖 因为dertha20的 θ是最肥的 整个做了一个 数据的回测 如果说做完 数据的回测呢 发现整个的 择时的这种波动率 比纯 纯做这个 Row的这个 VIL的策略呢 大概能够提高 我说的是 沪深300啊 能提高年化5% 那么来到我们 这crypto的 soul的这个期权 我大概毛孤孤 年化能提高到 能提高2-30% 其实还是一个 特别可观 所以说呢 我准备把这个策略呢 呃 再做一个优化 嗯 再做一个优化 而且需要 而且这个策略 也挺躺的 做一些波动率的 择时就OK了 IV这么高 双麦 空Vega 加DDH 呃 你觉得哪个IV高啊 现在BTC的IV 不太高呀 嗯 你说的是 Soul的IV是吗 Soul的IV还行 但是BTC的现在 IV已经到40了 其实不是特别高 啊 BTC的IV不是特别高 双麦 哎呀 坦白来讲啊 这个双麦的一个策略啊 是很多人最开始 接触期权 就爱搞的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呢 如果说熟悉 嗯 Hedge Fund的玩家 应该也知道 其实有很多 不管是国外的 呃 私募基金 还是国内的私募基金啊 其实期权 做双麦策略的人都很多 呃 我也不方便给大家展示啊 因为私募都涉及到合规的问题 但是 简单来讲 用一句话来讲啊 我只 我晚点给大家 嗯 发到BTC训练领一个图吧 啊 把那个私募机构的名字引掉 等于这个机构呢 其实做了两三年 静止曲线呢 都是45度角 啊 但是呢 就是钓鱼杆的行情 一招卖碳酸礼啊 大家如果熟悉 国内商品期权知道 碳酸礼 其实前一段时间有两天 大概都是跳空涨停 整个就是鱼杆的行情 回撤了50% 啊 之前都是年化 APR大概到2%30% 但是那一波回撤 回撤50% 整个是个鱼杆行情 我稍微晚点给大家 把这个图发到训练营的群里 所以说双卖加DDH 呃 在任何齐全市场 绝对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策略 嗯 但是呢 这个策略 为什么好多人去研究 包括机构还研究啊 因为这个策略比较顺人性 因为看着自己天天都赚钱的心态会比较好 啊 对吧 谁看着自己 都比如说 对吧 天天都赚钱 肯定 肯定状态很好啊 对吧 我看一下 我 肯定会状态很好啊 对 但是这个策略不是特别的推荐 嗯 呃 不怕接货 是不太怕接货 我又 因为我没有超卖 所以我肯定不怕接货 而且呢 这一波呢 其实SOW的极端的位置呢 大概是在五六十的位置 啊 我通过我通过我通过我其实是一百买的50克搜的现货已经现在价格拉到了75了 我通过不断的揉其实 呃就已经降了25%的成本了 其实再揉几周大概就是60块钱了 那那我比如说真的六七十去接收的现货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呀 嗯 双卖 呃对 双卖 对 双卖也不是要有钱吧 双卖风险太大 嗯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说说再多啊 你如果说 你如果没试过啊 嗯 都 IV100多 呃 SATA和是很肥 你看 呃 这现在还低了一点呢 之前150更肥 现在降低了降低了三分之一的SATA 之前更 但是你其实你也可以说我这个策略是双卖啊 但是因为我有现货等于我call端是做什么 我call端做的是cover the call 我put端呢 是做因为我U也充足 我put端呢 是做的sionically put的 我这个策略呢 就不太叫双卖 叫轮子 嗯 叫轮子策略 多少周揉了25% 三呃三四周吧 嗯 就是就是从我开始石盘 给大家讲的时候呀 嗯 挺快的 因为之前 之前IV150 但是坦白来讲呢 现在IV100不低啊 你去 你去纵观所有的三大金融市场 这个 这个期权的标的 ATM IV长期在100以上呢 有哪些标的 同时啊 同时这个标的的选择也很重要 你不能选一个特别土狗的标的啊 你比如说 我现在选择一个标的 一个非常不知名的 排名50开外 啊 他有dex的option 我去做交易 他的IV还能达到百分之三四百呢 你敢做吗 对啊 你还要兼顾标的的基本面 因为我跟大家群里聊了 选对标的成功一半 你标的如果选错了 那 那你说你期权策略做的再好 你除非你是做市商策略 或者Delta中性策略 对吧 你不受标的价格的涨跌 但我们没必要嘛 我们普通的玩家 其实在crypto这个市场 因为beta足够 alpha你只要 你只要选好标的 别别骚操作 alpha也是有的 但大多数人家 玩家为什么连beta都跑不赢 对吧 问一个灵魂考论 比如说去年有多少人跑赢了 BTC的收益 其实很大部分玩家就没有跑赢嘛 对吧 那那坦白来讲 你没有 我我希望大家呢 比如说跟大家 因为我我是教期权的嘛 我又做期权 我又教期权 我当然会研究很多比较花的策略 但是呢 其实大家比如说 你长周期来看 你可以做测试 小小账户做测试 但是你真正适合你自己的 你长期愿意交易的 有那么一两个 三五个期权策略 其实足够了 足够了 你只要把这个期权策略 玩的很溜 你不管是在做美股期权 还是做crypto期权 都还好 但是你选标的 肯定是重中之重啊 那我们说坦白来讲呢 现在这几个 比如说有五个山寨标的 和两个这个标的 我个人 我自己的理解 比如说 比如说TON了 BCH了 SO了 相对来说还好 还好 对 你标的选错了 肯定费一半 BIT山寨期权的IV 相关性大 你等于 我觉得这么简单来讲吧 BTC的这个涨跌 就是相当于大盘 就相当于指数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标普500 它就是crypto的一个大盘指数 那你说他比如说 而且他比如说发生了暴涨 或者暴跌 其他山寨呢 除非你有资金轮动 比如说轮动到这个板块了 比如说轮动到L1这个板块了 轮动到L2这个板块了 板块有一些差异 但是都是跟着大盘走的 都是跟着大盘 那我们看 为什么BTC这波 比如说当时之前的 ATM的IV大概能达到五六十 现在就降到四十 SO也就从150降到了100 100左右 100左右 所以说也是相关性非常大 基本上是一个联动 除非板块的一个涨跌 原来是两个策略 对 所以说你简单的看 你以为是双卖 其实你要穿透 比如说我这个资产 去看 是因为 我看一下 我这个 能看到 能看到 你看我本身有挺多的 而且B是有50个B 对吧 我是在做Card Call 背对 你现在其实坦白来讲 你用 你比如说你持有某个标的 就是比如说你长期看好 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标的现货 但短期你又不看好的 突突暴涨 你想去做磨成本 去做山寨的背对策略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我等于 我这50颗在做 背对 我这一堆钱呢 是在做Sell Naked Pool的 组合起来呢 就是一个什么策略呢 就是听起来比较高大上的 这么一个轮子策略 没有策略 我觉得就是你普通玩家 哪怕你就不做 我刚才说的这个优化 你不吃这额外的百分之三四十的 这个年化收益 你就只吃这个最基本的收益 也能赚的不错 当然比如说后续 我会给大家再把这一块的实操 做一些展开 比如说下周或者是下下周 因为我主要是授没有历史数据 我只能用其他的资本市场 比较长期的历史数据 你看我是拿到15年到23年的万德的数据 做的回测 这样的话呢 保证保证 其实课周求见 课的会比较准一点 Bit历史数据API开放吗 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群里 可以问一下我们工作人员 还有其他问题吗 大家记得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 对 包括那个关注一下Bit的推 然后呢 参与一下我们这些明文的这些活动 和这些交易活动 我下周给大家讲这个策略 好吧 我下周给大家讲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是什么呢 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这个策略呢 这个策略有多牛逼啊 这个策略的成本是1000U 我准备开两个BTC 两到四个吧 去做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是一个按头冲的策略 为啥 我给你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 成本是1000U 然后呢 θ是每天13刀 等于呢 就横盘或者跌呢 你大概横着 就在那不涨不跌 你每天能赚一杯咖啡钱 横着 然后呢 极端的最大的盈利的区间呢 是2万刀 而且呢 我们不只要看它极端的盈利 也要看它盈利的区域有多大 它2万刀是在5万5000到7万5000 这个梯形的这个位置 都是能赚到2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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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你比如说它是个三角 或者是个尖 那你很难赚到最高值 这是一个躺平策略 就是你买了之后呢 你就不管了 就躺三个月 盈亏比呢 20比1 因为是什么呢 成本1000 极端呢 大概是到18000到2000 快接近20比1吧 极限盈亏比 横盘暴跌 每天13U一杯咖啡 年化的APR呢 我是按照 我是按照百分之百倍对 一点都不超卖算的 比如说我有两个饼 我就是多卖两个饼 然后呢 超过7万8吧 到8万我就交割 我就卖比 对 所以说最大的风险 是善过交割 但这个风险大吗 躺三个月 去搞这个策略 盈亏比接近20比1 下周给大家讲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超牛逼 我自己冲了 我自己冲了 但留个悬念 留个悬念 下周给大家讲这个策略 这策略很猛 很猛 而且关键呢 不用你频繁交易 不用你天天盯着手机 你只需要布局 减半行情和ETF行情 你的成本呢 就是最开始的 哪怕最不利的情况下 你就亏1000美金 你愿不愿意用1000 去赚个18000到20000 而且呢 18000到20000的这个区间 是在55000到75000 你都能赚到这个极限值 不仅是绝对值高 而且的绝对值的这个区间高 而且哪怕没有到 我们看这个T型的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 你都是有50%以上的概率 能赚到1万刀以上 你看切这个T型的这个切面 去切这个切面 对吧 有50%的概率 能赚到1万刀以上 而且呢 在18000刀这个位置呢 是横跨了55000到75000 这个位置 挺猛的 我自己冲了 反正因为我觉得 我这样的话呢 我去做短期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Gamma Scoping了 烧了Gamma 我稍微做一做 就能把这1000刀的成本 搞完 三个月能到55000 不知道呀 你只需要布局啊 我要我要能知道 能不能到55000 我就直接搞期货了 期权就是 期权大家啊 大家如果说 做期权做的时间长了 你把这两个字 分开来理解 一个是期 一个是权 就是我提前布局 他到了到期日 我就有这个权利 然后呢 他整体这个盈亏比和概率 这个策略说说呗 下周变化太快 一个小时了 下周说呗 留个悬念 没事 着急的话私了 没事没事 这策略挺猛的 我觉得挺猛 反正我冲了 呃 我冲了四个BTC 去搞这个策略 但是就是百分之百倍对 因为我就不用管了 我就这样的话呢 就做短期策略 我长期的 我就让他趴窝 啊 我让他趴窝 短期呢 我做一些周度的一些 呃 就去做呃 我记得我印象中 在第五期还是第六期 给大家聊过一个 伽玛斯高品 呃 就是本身上 现在呢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哦 这是 你看我 我也回撤挺大的呀 我也有一个 两千刀到一千刀的一个回撤 呃 我记得当时第五 还是第六节课 给大家讲过一个伽玛斯高品 其实就 就是现在的伽玛值呢 现在的IV不是很高 呃 其实在近端呢 做一些伽玛斯高品 也还行 呃 因为是中位值嘛 嗯 做一些的比例价 呃 双买 然后呢 再不停的 卖高买低 呃 再去再去嘎一下成本 下周给大家讲这个策略 然后呢 我下周再给大家找一个更猛策略 我发现 呃 我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感受啊 呃 就是普通玩家 我说的是 你如果说是你是嗨着放的 或者高手 大概率也不来听我这个课 普通玩家 呃 就布局就好了 嗯 布局就好了 因为我比如说 我站在的立场 还是跟普通玩家的一个立场啊 而不是说 去鼓励大家去怎么高频的交易了 什么这些啊 当然要交易山寨期权 还是来beat 大家一块搞一搞 好不 那今天就这样 嗯 我们下周见 好吧 拜拜 呃 说 还有一个问题 回答完你这最后一个问题 呃 short的保证金 呃 我算了 short这个保证金 呃 因为什么呢 short这个保证金呢 等于是 我比如说 我开 呃 我有两个大饼 作为底仓 那我其实呢 就是 我多卖的就是两个大饼 这样的话呢 极端情况下 比如说突然间涨到十万 我这样的话呢 我 我是能够完全交割掉的 嗯 是能够完全交割掉的 呃 盈亏比不能这样算 的逻辑呢 我说的这 你看 我给你再投个评啊 极限盈亏比 嗯 极限盈亏比 就是你达到这个位置 达到这个位置 在55000到75000这个位置 是个极限盈亏比 那么我们说 在这个T型的这个区域 你都是个盈利区间啊 啊 所以说极限盈亏比 大概是1比20 然后呢 成本 不怕跌啊 这个策略你跌 跌无所谓 呃 暴涨呢 比如说突然间涨到十万呢 你不超卖 你比如说 我这个策略 我做的拟合的是 两个BTC做的 所以说两个BTC呢 能赚大概 两万 嗯 这样的话你不超卖 嗯 没有超卖 就是也没有风险 好呗 下周见 啊 拜拜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说觉得有什么想听的 也可以反馈给我 或者说是 我们Beat的工作人员都行 好吧 嗯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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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